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讲 要谈论的是它的短篇小说 因为短篇小说对同学来说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短篇小说名字叫做Dubliners 里头有好多篇短篇小说 可是在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同学讲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挂很多很多跟圣诞节有关的灯 这些装饰的食物 使得圣诞节看起来非常非常热闹 同学们有没有想到说这些圣诞节的装饰 什么时候应该把它卸下来 在台湾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我们从圣诞节开始一直挂 挂到旧历年过完为止才开始收 可是在西方依据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传统 所有的圣诞节的食物一定要在1月6号把它收下来 那1月6号那天就叫做Epiphany E-P-I-P-H-A-N-Y 这个字对Joyce的短篇小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假使说你在1月6号这一天你还不把所有的圣诞事物都收下来 继续挂的话就有不好的命运 所以同学们记得1月6号一定要把它收起来 所以那么我从这边一个小小的插曲开始 首先我请我们系里面外文系爱尔兰文学专家高卫宏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点这个Dobliners的背景跟作家的背景 我想我先接着这个周老师讲的Epiphany的这个事情 Joyce在他的这个Dobliners用了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 用了很多这种Epiphany的这个用法 那他的这个用法就跟我们圣诞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了 那这个Epiphany是这个现代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法 那我先念一下他的这个Definition 他的Definition是 A certain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which an object or action achieves as a result of the observer's apprehension of its significance 那其实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 其实不是很复杂 就是说在这种现代主义的小说里头呢 很多细节都被很清楚的描写 但Joyce他本身有受到这个Ibsen Ibsen的这种社会很社会写实这种影响 所以他在这个Dobliners里头就有非常非常多对于人性 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国家有非常直接的这种描述 那在这种各式各样这种很细节的描述的故事的尾端 就会有一种所谓的surdent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就是突然间之前他所讲的这种细节 都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就是他为什么要讲 那讲这些事情 那这个最后的这一个epiphany就浮显了之前所讲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 那给这些给读者有一种回味 或者说一种鱼韵犹存的那一种那种灵感 那我们回来讲这个Jance Joyce Jance Joyce他是生在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家庭 那我们知道如果同学们有听这个 我们之前就有谈这个Jonathan Swift的这个 Gall of Trouble 我们有谈到一些那种 英国新教跟天主教之间的这种就这种纠葛 那Jance Joyce正好生长在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 那非常虔诚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不只是信仰上虔诚 他们对他们的国家这个所谓Island as a Catholic country 非常非常的这个热情这样 那当然就所谓这种政治上当然有非常非常多黑暗的地方啦 那所以他们家里面就常常讨论 有关于谁是不是有什么scandal啊 或是谁是不是带领我们的国家往不好的方向 就很像我们现在那时候可能没有这种talk show 可是就是晚餐的时间 大家就会讲这种政治上的事情 就像这种在台湾也蛮普遍 没大家都在参与上讲这种事 所以他做一个小孩的旁边听 那他也学到了很多 他也知道很多 原来我们爱尔兰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好啊 或者就是panful啊 或者是什么 那也学到很多骂人的方式 但爱尔兰人是特别爱说话的一个民族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用不同的方式 好像说是骂人不带张字的方式来讲谁这样子 所以他就从小就对这个语言非常的 这种语言的力量非常的着迷 所以就写 所以在对他后来写这个dobiners 或是portrait of the artist young man 或是尤丽斯非常的有影响 他就想要在这种语言上发挥到极限 我们可以提一个很有趣的是 这个我在觉得阅读这个dobiners的这个介绍 发现他是水瓶座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他诞生于1882年2月2号 那这个水瓶座 我不是对于星座特别了解 所以我发现这个水瓶座的人特别 反叛性特别强 然后特别有创造力 这样 我就想 这个跟Jane Joy是蛮像 因为他不断地想要在语言上发挥到创新啊 甚至他创造一些新的字 然后也蛮批判的 然后他反抗天主教 他觉得教会本身对人的一种束缚 对 那高老师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这个 Joyce的生平几点跟他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 他也解说了这个刚刚说的 这个Epiphany的重要性 我现在是在语言上了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这个正经典可很专门 就是这个问题就把这些新的解释 所以我发现这种解释 这种解释 原创数很专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